過去我們為民主打拼 未來 為和平奮鬥 大家說好不好 好 我特別要跟大家報告 民進黨不僅僅是注重民主自由人權的政黨 它也是注重和平的政黨 這話怎麼講呢 你看一看 民進黨是主張愛與和平非暴力的政黨 民進黨早期創黨的前輩 有許許多人被抓 被關 被迫害 流亡到世界各地 你們有沒有看到任何民進黨的前輩 主張以牙還牙 以報紙報 血在血管 有沒有 沒有 民進黨沒有 民進黨都主張生命共同體 主張族群和學相處 共同為這塊土地 不管先來後到認同臺灣 就是臺灣人 這是民進黨的理念 是不是好 為什麼要這樣做 就是要團結臺灣 228紀念日的全民叫什麼 大家記得嗎 228和平紀念日 可見民進黨是一個重視和平的政黨 所以我希望大家我們一起努力 過去我們為民主打拼 未來 為和平奮鬥 大家說好不好 好 一言為平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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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